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暂停 下一集0.1.41分直播 1.41分弹幕高清超清 720p 高清480p 标清270p 倍速0.5x 1.0x 1.25x 1.5x 2.0x 倍速播放 在这里 全屏 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 下一个即将播放 取消 广告广告 站到苏宁 1.1 选建埃德尔 驻特谢拉破马苏元链救助 50% 75% 100Z0027ZMV8DD 播放模式Chromials 分辨率1920x1080 视频 狂高 848x 480 燃亮50% 视频 写视频 写EHTTPS CDNAVD 723 0945 B6399 BF2C291 CA883 2803 6893 V SMTCDNS COM下载速度 缓冲质量 真数错误码 版本号 3.4.37 2018年8月28月10.05本零四秒 播放流水115C605B1 F64B52B3D6D9EA68EB8170201 本地日之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 战报说明 一到一 选件I的耳术特谢拉破门苏元链救助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NDOWDATAVIDEOARPUSHVH0027ZMV8DD IMJHTTP ENOOS GTIMG.COM NEWSAP LS 05110415837 6404800 点击视频 战报说明 一到一 选件I的耳术特谢拉破门苏元链救助 时长约1分41秒 腾讯体育9月2日选天津全界 在中朝第21轮的比赛中 1比1与江苏苏宁握手言和 赛后 天津全界主帅索大出席发布会 他表示 球队因为旅途劳累 本场进入状态较慢 但是调整不错 战术执行也很好 索大在比赛中 索大在赛后发布会上评价了对手苏宁 他表示 苏宁整体很强 是争取前三前四的球队 我们下半场有几次机会没有把握住 希望我们接下来无论面对什么困难 都能像今天下半场这样表现 但轮赛事结束后 中朝将迎来休赛期 全界队将如何调整也成为了焦点 索大坦言 休赛期对我们非常重要 希望张修文和尼昊伦的伤病能尽快恢复 松可合流 一名也带上助战 整个球队都很感谢他的贡献 希望我们利用间歇期调整更好的状态 打好后面的连赛 最后索大海温情祝福了帕托 今天是帕托的生日 他在下半场状态更好 也创造了不少机会 给球队带来了积极的变化 他和全景源是我们仅有的两名外人 希望他们两个都能继续保持好的状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